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录清末社会面貌的老照片 他当初的个人爱好 如今已成为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上海码头的乞丐 衣衫不整 瘦弱不堪 哈罗德与两名被捕的嫌疑人 公布局意思为市政委员会 是晚兴时期外国侵略者 设置于上海租界的行使行政城的机构 部属于清朝官府管辖 改局设有治安管理系统 有警察机构 还有法院 监狱等 妓院内妓女陪同男子吸食鸦片的场景 晚清吸食鸦片的风气非常普遍 1880年前后 北京使馆医院的达森医生估计 约有30%到40%的成年男性吸食鸦片 一位长期定居于苏州的传教士称 苏州成年男性中有70%吸食鸦片 1905年到1910年间 北京街头的黑熊表演 这算得上是简版的马戏了 与当时街头更常见的手头差不多 黑熊身后是一个卖小吃的摊位 就社会百姓的娱乐项目不多 简单的街头表演 往往能吸引不少微观者 被判处占拢之行的男子 占拢是一种很残忍的刑法 其特点是将人慢慢折磨至死 随着他脚下的木板或装块一点点被抽取 双脚悬空 他最终会被卡死 死亡过程往往在三天以上 北京菜市口 一男子被往复到架子上 即将被执行临时 专制时代都是将酷刑在大庭广众之下执行 意在以警校友 此举的警示意义有多大很难评估 却在实际上培养了一批披占人血馒头的看客 北京菜市口 即将被处战的秋反 上海炸破路 疑似为去使官员送葬的队伍 骑在马上的男子 从佛庄判断是官府里的人 其字上写着的古之一外四个大字 是对政绩着足且爱民若子的官员的赞誉 但一般在该官员去世后才奉赠 大火之后 被烧毁的建筑和机器 可能是外国人的工厂 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 革命军士兵进入南京城 1911年11月下旬 清军与革命军展开南京争夺战 战况很激烈 清军进行了顽固抵抗 以马刀和手榴弹 向革命军展开了自杀式进攻 革命军3.2万余人中有1.3万人阵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